真没想到啊 有钱能带我的妻儿来我的高中 今天我们要送这个小朋友去上幼儿园 七个月了啊 该上学了 哎 不要逃避啊 过来 刚刚回去商量一下 既然回不去 就留大喵在这上学吧 然后把大喵送幼儿园 然后我跟猫哥都商量好了 准备在这找个班上 就更能干出一番自己的事业呢 这刚说两句话 这孩子就饿了 哎呀 自己在这吃上了啊 其实是姐姐姐夫去上班了 说说贝贝去上学了 我跟猫哥两个无业游民 实在没事干 准备去接两孩子放学 主要还是想带你看看 我们这儿最好的高中 我的母校啊 哥就是从这儿出去的 哈哈哈哈 伙姐你也别笑啊 要不是因为从这儿出去 我也不会上大学上研究生 跟朋友认识你 也不会有这么可爱的大喵 喵喵 你爸爸的意思是 读书改变了他的命运 也改变了你的命运 嘿嘿嘿 嘿嘿 猫哥 那我正常采访你一下啊 你的初恋是在高中吗 现在在那儿教书呢呀 赶紧走 我现在就要去 又到啥呢伙姐 赶紧走呀 路过了三号桥 哇好美呀 猫哥刚才跟我科普说 整个康巴石 就是一个5A级景区 康巴石第一站 鄂尔多斯一中 真没想到啊 有一天呢 带我的妻儿来我的高中 哎哈哈哈哈 你是没想到 在这上高中的三年以后呢 娶一个貌美如花的山东媳妇 能生一个这么可爱的儿子吧 确实没想到 哈哈哈哈 咱大喵要是在内蒙上学啊 能考到这个高中 已经不错了 嗯 每年又十来个考新华北大的 呦 我刚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咱大喵在山东上学 来内蒙高考 会不会很nice吗 哥 那肯定啊 妥妥的清华北大 哈哈 这个学校好像很大 从这个路口到那个路口 都没逛完 大家看过来啊 现在这个毕业 十一年的老学长 面对母校有万千感慨 有话要说 就师弟师妹嘛 一定要好好读书 真的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嗯 就高中三年虽然很辛苦 但一定要坚持下去 嗯 当你毕业的时候啊 然后会发现以前边有无限的可能 哈哈哈哈 作为一个毕业实验的山东老学姐啊 看到猫哥的母校确实感慨万千 还是要跟师弟师妹妹嘱咐一句啊 一定要好好读书 虽然它不是通向成功的唯一之路 但是它却是我们普通人能成功的最快的路 老哥 其实对于高中那三年我也有挺多遗憾的 就后来没有读称名校嘛 如果能回到过去 我一定会比当时的我更加努力 哎呀 那你加油吧 哈哈哈哈 但是回不去了嘛 让大苗努力 嗯 压力好大笑不出来了 现在我们到幼儿园门口了 去接他俩放学 再过三年咱俩也天天这样 在幼儿园门口翘首以盼 哎呀 幼儿别发呆了 快上幼儿园了啊 还有三年 你准备准备啊 哎呀 结束一天的学业 上课辛苦了啊 辛苦吧 老师说了 贝贝又把人帅帅干倒了 文化熏陶结束 现在我们去吃个饭 大爷妈妈以后要好好学习天天下上 然后我们做幼儿园最亮的载号 没问题 幼儿园斯下一站 来吃饭 那天过得丰富多彩啊 宝大 哎呀 这啥表情啊 猛猛的 哎呦 你好可爱 哎呀 亲我一口 小小小 今天上学交到好朋友们呀 啊 没交到啊 贝贝呢 小哥哥 小哥哥啊 行 来个大骨头 缠我们大苗囊 妹妹来 有宝宝 我的个妈呀 想要大城市呀 那必须的 这只是冰山一角 一带天交 城级四寒 那边是个博物馆 这内蒙还真的是地广人稀啊 路上也没啥人 但是都很繁华 其实他们阿尔多斯还挺适合居住的 感觉空气也好 环境也好 帅哥也多 嗯 哈哈哈 哈哈哈哈